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在开始之前,先说一个蝎子 西汉元寿二年,公元前121年 汉武帝派获去并北极匈奴,获去并奔袭一千余里 打败了匈奴的魂邪王 魂邪是匈奴的一个部落 匈奴参与认为是魂邪王消极抗敌,欲杀魂邪王 魂邪王走投无路,便带领十万大军投降西汉 另外,他还带来了匈奴另一个部落修徒的太子 修徒王子 汉武帝大喜,赐修徒王子金姓,取名金日帝 而后,金日帝在巫谷之暗中挫败江冲的阴谋 得到汉武帝的信任,最终成为汉武帝的托孤大臣 无独有偶,在明朝,也有一位金日帝,此人名叫金钟 金钟本是蒙古人,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他还长期和朱棣对峙 后来,他转眼投奔明朝,协助朱棣北征蒙古,成为大明朝的助使 在大明朝历史上,金钟是特殊的存在 因为金钟是明朝唯一活着受封的义姓王 朱棣用义姓王的头衔,换金钟对大明朝的八年忠用 本集将和大家共同分享 大明朝唯一活着受封的义姓王金钟 希望通过他的故事,引发大家一些思考 一,大明义姓王活着不受封 历朝历代,义姓王的结局大多数都不好 明朝的义姓王虽多,但除了金钟外,其他都是死后追封的 当然,南明王朝也封了很多活着的义姓王 但南明以偏安易渝和正统的明朝意义不同 关于明朝追封的义姓王,大体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属于朱元璋的已故亲属 例如,朱元璋的岳父郭子兴,马皇后的养父 对朱元璋有提携之恩 朱元璋登基后,追封他为除阳王 并在凤阳为郭子兴立庙 再如朱元璋的外公成功 被朱元璋追封为阳王等 第二种,属于跟随大明皇帝征战多年 功劳颇高的将领 例如,明朝开国六王、徐达 中山王、常玉春、开平王、李文忠 齐阳王、邓玉、宁河王、汤河、东欧王、穆英、前宁王 这些人生前功劳很大 死后封王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 需要说明的是 不仅跟随朱元璋的将领有这种待遇 在后期帝王身边也有这样的臣子 例如,跟随朱棣的靖南四公爵之一的朱能 他死后被追封为东平王等 朱,朱能虽然姓朱 但他和朱元璋家族无任何血缘关系 属于异姓王 第三种,属于功臣之后 他们本身的功劳可能不如开国将领大 但因为祖上的原因 他们已经习成了公爵 此后若想再进一步 朝廷只能追封他们为王 例如,穆英之子穆盛 前国公,因征讨安南有功 后来被追封为定远王 再如,朱能之子朱勇 陈国公曾参与平定朱高绪叛乱 后来他在土木堡之变中战死 明英宗复位后 追封他为平英王等等 那么,既然大明朝的异姓王都是死后追封的 今中为何活着就被封为异姓王了呢? 这要从他的身份和历史背景说起 2.肖将习大明 雄英遭猜忌 根据明史 卷156列传第44记载 经中者 蒙古王子也先土干也 经中 本明也先土干 部分史书中 把他一成俄森托嘎 他的六世祖 曾经是元世祖呼辟列时期的太保 也先不化 因也先不化有大功 被忽必列封为世袭衡阳王 经中的父亲是第五代衡阳王 而经中则是名副其实的蒙古王子 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派徐达、冯胜、傅有德、蓝玉等人先后北伐 蒙古人分裂成三大集团 分别是达达、瓦剌和乌良哈 而达达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所属的部落 他们代表北原政权 而京中家族的衡阳王是忽必列清风 因此 京中所在的部落依然效忠达达 朱棣通过靖难上位之后 人心未复 再加上四年靖难 民生凋敝 朱棣急于稳定内政 并没有时间和资本攻打北方的达达 而达达克汗月卢铁末 有名鬼利赤 则趁机往南扩张 不断侵扰大明边境 朱棣打算实行怀柔政策 但越鲁天末愈发觉得 朱棣可欺负 多次派兵抢掠大明边境 而京中作为越鲁铁末麾麾下的干将 他便是抢掠大明朝的执行者之一 民使说 京中速结辖 可见 他平时凶悍狡猾 颇得达达克汗以重 从永乐元年到永乐四年初 京中多次带兵抢掠大明边境 直到永乐四年三月 达达内部发生政变 京中的处境才变得微妙 明史记事本末 卷二十一记载 石诸布不服鬼利赤 阿鲁台职而杀之 遂盈利蒙古族本雅施礼 以阿鲁台为太师 史与中国不通 意思是 越鲁天末作为大汉 大家都不服他 结果北人太师阿鲁台杀了越鲁天末 扶持元顺帝的崇孙本雅施礼为新大汉 阿鲁台以太师的身份在幕后控制达达 这时 作为前可汗的亲信 京中遭到了阿鲁台的记痕 好在京中嗅觉灵敏 他知道阿鲁台不会放过自己 于是带着族人远离阿鲁台 自成一方势力 避免被阿鲁台迫害 虽然如此 京中仍然效忠于新可汗本雅施礼 永乐七年 朱棣派往达达的使者郭继 被本雅施礼所杀 朱棣大怒 派经难名将丘福 率领十万兵马北征达达 达达克汗本雅施礼 召集众部落首领共同抗敌 京中也参与抗击明军 这一战 丘福轻敌冒进 中了达达各部的圈套 明朝十万大军 全军覆没 按照形式分析 京中可能也参与了诱杀丘福的战役 丘福之死 让朱棣恼羞成怒 朱棣骂道 匿命者 必坚除之耳 出自明太宗实录 朱棣发誓要踏平达达 次年春天 朱棣不顾大臣们的反对 带兵御驾轻征 明朝大军势如破竹 在卢渠河打了个大胜仗 此时 达达克汗本雅施礼 和太师阿鲁台有些慌了 他们再次召集中部落首领 商议对付明朝 可是大家知道 是朱棣欲驾轻征 都不敢拼尽全力救驾 京中也是如此 他带领部落族人远离战区 后来 达达克汗本雅施礼 在沃南河 惨败给了永乐大帝朱棣 阿鲁台也被明军追击百余里 阿鲁台兵败时 曾派使者向京中求救 结果京中杀了使者 从此 京中彻底和阿鲁台决裂 他带领部落 独自游离于王帐之外 到了永乐十一年 达达和明朝人为仇敌 而京中则脱离达达 以个人的名义 向明廷朝贡 朱棣大喜 册封京中为都督 这就意味着 从永乐元年到永乐十一年 京中和朱棣做了十一年敌人之后 开始握手言和 同时 京中和明朝做朋友 也意味着他成了达达部落的敌人 敌人的敌人 最容易成为朋友 草原待不下去了 这位京中投奔明朝提供了条件 三 成祖收汉将 大明中永王 因为被达达部落所不容 此后的十年 京中所在的部落 被达达多次攻破 损失惨重 到了永乐二十一年 京中终于决定 不再做明朝的朋友 他要做大明朝的臣子 明史云 永乐二十一年 成祖亲征末北 至上庄堡 率妻子部署来降 永乐二十一年 明成祖朱棣 第四次御驾北征 在上庄堡这个地方 京中带着妻子和部落族人来投降 不得不说 京中选择的时机非常好 因为这一次朱棣北征 达达部落早已逃跑 朱棣一无所获 正在朱棣感觉没面子的时候 京中率领自己的部落 来投降朱棣 明史记载 十六师深入 寇以远顿 地方齿无功 见其来归 大喜 所以 京中的归降 让朱棣有了面子 明朝也有了国威 李子面子都有了 朱棣大喜 注意 在此之前 京中还没有汉名 他的蒙古名士 也先土干 朱棣援引西汉今日的事迹 赐他姓京 希望他能对明朝忠贞不二 因此取名为京中 封中永亡 小编认为 京中之所以归降明朝 实际上有内阴和外阴两部分 外阴 是朱棣多次北伐蒙古 挤压了蒙古各部落的生存空间 也让游牧民族看到了明朝的强大 内阴是京中所带领的衡阳王部落 和达达王帐彻底决裂 让他更加没有容身之地 因此 才促成了京中归顺大明的结局 而对大明朝来说 能得到蒙古王子带领整个部落归降 是天朝不危的彰显 对于朱棣来说 他第四次北征 本就遭到夏元级等朝廷重臣的反对 而经京中的归降 让他对朝臣们有了交代 这也是朱棣封京中为异姓王的原因之一 当然 朱棣之所以封京中为异姓王 还有一个原因 京中在蒙古本就有了王爵 如今他雪中送炭 不能降绝纳降 给京中一个异姓王的头衔 不仅能给蒙古其他部落做一个标杆 还能让京中死心塌地 在班师回朝的路上 朱棣给了京中极高的待遇 实在 赐姓名 封中勇王 赐官代之京席衣 戳玉前珍修赐之 赴赐金银宝气 中大喜过望 朱棣不仅给京中赐名封王 还赐金中金席衣 玉盘珍修 金银宝气 一样不少 朱棣的做法 和达达克汗对京中的待遇 形成了万里反差 京中于是发誓 效忠大明 所以 从政治角度来说 京中归降朱棣 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前者得到了在草原上得不到的待遇 后者得到了战绩和威望 根据明史记事本末的记载 京中归来时 朱棣还说了一段名流青史的话 西唐突厥协力入朝 太宗年胡 岳一家 有精大自得之意 朕所不取 为天下之人 皆遂其生 边境无患 兵甲不用 私阵致也 朱棣援引唐朝初年 突厥协力可汗 投降大唐的故事 朱棣说 当年协力可汗被迫投降大唐 唐太宗李世民说 胡岳一家亲 这句话太自大了 我认为 天下之人 都应该得到自己的生活 若是边境没有兵患 大家多安居乐业 这才是我的志向 古人云 良情择目而期 良辰择主而逝 京中也许没有想到 他投奔朱棣 让他载入了大明朝的史册 四 孝忠八年于 大明朝为一 带朱棣回到北京 经常召见京中 询问末北诸部落的实际情况 京中知无不言 对朱棣也非常恭敬 因此 朱棣对他日益宠爱 虽然朱棣宠信京中 但对京中来说 他若想得到明朝的彻底认可 必须要有实际行动才行 一年后 明朝永乐二十二年 北元太师阿鲁台带兵袭扰大同 京中认为 他那投名状的机会终于到了 京中立即上奏朱棣说 阿鲁台弑主杀明 还屡犯我大明疆土 而今恳请陛下发兵讨伐阿鲁台 我愿为先锋 朱棣早有再次北征之心 而今来了由头 自然不会放过 而后 朱棣召集百官 决定再一次北伐 这一次 大明朝精锐进出 英国公张府 成国公朱勇 安远侯柳生 成山侯王通等 皆被批准出战 最关键的是 京中被批准为先锋 明史既是本墨云 宁阳侯陈茂 中勇王京中为前锋 从征阿鲁台 朱棣派出两大先锋官 一个是宁阳侯陈茂 另一个就是中勇王京中 当年正月 明朝大军从北京出发 四月到达草原腹地 这是朱棣人生中的第五次北征 同时 这也是永乐大帝的最后一次北征 因为 在出征前 朱棣的身体状况 已经出现问题 京中自幼在草原长大 他的嗅觉异常灵敏 刚到草原便抓获两名间谍 从间谍口中得知 去年冬天草原大雪 人畜多有冻死 阿鲁台的部下 大多和他离心 待朱棣的大军 追到阿鲁台昔日的营地 阿鲁台已经逃窜 只剩下满地的牛羊尸体 最终 朱棣决定继续追赶阿鲁台 可是 大军已经深入草原 找不到敌军决战 粮草又快用完 杨荣等大臣 建议朱棣班师回朝 来年再战 京中等武将虽然不甘心 但当时朱棣的身体 已经很差了 朱棣最终答应班师 遗憾的是 在大军经过于牧川的时候 朱棣驾崩 明朝历史上 最擅长北征的永乐大帝 最终死在了草原上 朱棣在位期间 五次北征 蒙古三大部落 不敢南下木马 可惜永乐之后 明朝再无如此帝王 同年九月 明元宗朱高赤登基 京中被封为太子太保 石双凤 朱高赤是一位仁德的帝王 不过他只在位十个月便驾崩了 接下来 明宣宗朱瞻基得即位 宣德三年 明宣宗朱瞻基率军到草原巡边 京中陪同 在于宽和 京内蒙古喀拉庆左一南 明宣宗遇上了蒙古另一个部落 乌良哈的一万人马 当时 明宣宗身边 只有三千兵马 敌众我寡 凶多吉少 关键时刻 京中叫来他的侄子奖姓 蒙古明把台 他二人各率领一千金旗 分左右直冲乌良哈镇中 朱瞻基身边的靖臣 他这位蒙古异姓亡灵时倒戈 劝民宣宗快跑 朱瞻基说 我相信 京中是为朕杀敌去了 果然 经过一番熬战 京中大胜 明室 京中传云 二人或数十人 马牛数百来献 立喜 命中官卓以金之 遂赐之 京中不仅获胜归来 还缴获了数十名俘虏 数百头牛马 朱瞻基很高兴 命人用金杯针酒递给他 对京中说 你就是朕的今日滴啊 而后 京中又代表明朝 两次巡视北疆 多次受到朱瞻基的奖赏 明朝宣得六年 公元一千四百三十一年 八月 明宣宗朱瞻基仅剩的一位亲叔叔 赵王朱高岁去世 因为朱高岁生前曾有谋反的举动 因此 朱瞻基并没有太伤心 然而 两天后 忠勇王金中 病逝在了京城 朱瞻基听闻噩耗 顿时泪流不止 一个是亲叔叔 一个是蒙古归来的一姓王 两位去世时间 仅仅相差三天 但朱瞻基对二者的态度 却截然不同 可见 在朱瞻基心目中 金中是江山社稷的功臣 金中去世后 明宣宗赐后葬 因为金中没有儿子 朱瞻基便封他的侄子 蒋姓为中永伯 以延续中永王的血脉 金中从永乐二十一年投奔明朝 到宣德六年去世 共效忠明朝八年 金中的侄子蒋姓一生 对大明朝也忠心耿耿 土木之便时 蒋姓一直陪在明英宗朱祁镇身边 蒙古瓦剌人劝蒋姓回归蒙古 被蒋姓毅然拒绝 蒋姓后 来随明英宗回到大明 一路追随 忠贞不渝 这也算是对忠永二字的延续了 司马光在四言明细数中说 敬心于人约忠 不弃于己约信 金中虽生于蒙古 但他最终选择归顺大明 忠于大明 为大明朝做出他力所能及的贡献 且世代延续 这样的人 值得史册铭记 参考资料 明史 卷156 列传第44 明史记事本末 卷21 明太宗实录 国朝宪征录等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